所以你的工作是在Linking上面老闆直接找到你 然後跟你聯絡 對 那你的Linking是寫得很厲害嗎 也沒有啦 就是寫一些大概自己的經歷啊什麼的 那你覺得他看到你的關鍵原因是什麼 肯定是跟我原先在那個公司的經歷是非常關鍵的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說 因為我也是在英國工作讀書過 當然最critical的一定是當時那份工作 就是有相關性 然後再加上你之前的經歷 對對對 OK 那我們本來主題是要講跨靈異 對 我們本來主題是要講跨靈異 對 那所以你大概就是 大學是念中三一 中國一 中國一 然後 生物科技 就是我是念科學類的 待在實驗室做實驗的那種 以生技來說你算很美的 但我在那時候也算是一個宅宅 但是實驗是從早上到晚上的這種 那後來到英國的時候我讀的是醫療法律 那所以我是完全是從科學轉到法律 為什麼 第一當然就是我認為我的幸福可能還是沒有想要Forever當一個宅宅 所以覺得好像可能是要跟這個社會比較多一點聯繫 對 那所以當時還是覺得法律是一個蠻好的一個結合地跟科學 對 所以就去選擇去讀法律 特別選擇這個科目去讀法律 真的哦 然後後來就留在英國 對 後來我在英國工作一段時間 因為當時我本身就有在考慮要回亞洲 所以亞洲我考慮的幾個地方城市的話 大概也是上海、新加坡、香港跟台北 對 那所以說從這幾個地方裡面 我當然去看他們有什麼樣的一個分財引進的計畫 因為我這幾個地方、幾個城市 我當時是從英國來的時候 我是都有去過 對 那所以我也算比較順利的在相互工作 好 所以你去過這麼多城市 你覺得最喜歡哪一個城市 呃 要看用什麼方面來回答這件事 如果說以倫敦來講 我覺得它是一個 你對這個 你對這個城市是充滿著幻想的 你認為它是一個歐洲的一個城市 它充滿著藝術文化的氣息 你在那個裡面 你會覺得自己就是沉浸在這個環境當中 如果真的要說我最喜歡的城市 那我可能會是最喜歡的是新加坡 因為雖然很多人認為新加坡是一個非常無聊的地方 但是它非常非常穩定 而且新加坡對台灣人是非常非常的友善跟友好的 所以我覺得在那邊我真的就是非常的開心 那我覺得上海最好的事情是 呃它的職業發展是 是你可以預見是很大的很寬望的 還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它比起新加坡或是倫敦它都有更大的創造力跟 potential這樣 所以說上海以職業發展來說 我認為上海是最好的 所以當然就是不同的城市 你要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對我來說工作職業發展這件事情 一定是佔據我的生活比較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為什麼上海我可以待這麼久 是因為很顯然的上海是一個很適合職業發展的地方 而且我也從來不認為身為一位女性 待在上海有任何就是不公平待遇啊 或者是沒有機會發展 我都認為在上海在這方面做的蠻好的 我會好奇就是你的規劃 工作上的規劃 是你有一個五年計劃、十年計劃 然後按部就班的去完成嗎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其實也不是每一個時間點 我都知道我自己想的是什麼 而且我也從來不做任何什麼務 五年到十年的計劃 我自己的計劃 通常可能就是頂多是一年到兩年的時間 比方說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 我就認定就是我未來必有我也要出過讀書 那我就會在大學的時候 我一開始可能就先去選擇去上英文課 因為我要考英文考試 然後我要去加入實驗室 因為我要有一些配分 我才可以有比較好的條件可以去申請 那我可能也先去找留學的一些機構 先去了解有些這樣的學校跟科系 其實我可以申請的 所以這些事情可能就是 會自在可能兩年內 這樣的一個準備時間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Bye 好 謝謝 哈哈哈 也是有點感到 哈哈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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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